欢迎收看美洲360 今天我们同样会为大家带来三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 MG HX 再一次现身我国市场 这款 SUV 搭载的是 1.5 公升涡轮引擎 以及 2.0 公升涡轮引擎 MG 这个品牌实际上是源自英国 但是后来被中国的公司收购之后 它就变成了中英混血 而且这几年这个品牌做得非常好 加上因为有泰国投资的关系 所以这款车一直以来都有右驾版本 而传闻这个品牌要进来马来西亚市场已经很久了 但是一直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最近呢我们就在这个我国的高速公路 发现了一台无伪装的 MG HX 正在进行测试 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是代理商 在我国的道路进行最后的测试 这款车很有可能会引进我国市场 如果以车身尺码看来 这款 SUV 是 C-Segment 的 SUV 所以它的主要对手就是 Mazda 的 CS5 还有 Honda CR-V 等等 甚至是 Proton 的 S70 都是它的打击对象 而这款车的引擎配置也非常的丰富 它拥有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以及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其中 2.0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的动力表现非常的出色 最大马力达到了 231 HP 峰值扭力 350 纽顿米 如果有这样的动力配置的话 我相信这款车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会是 CPU 还是 CKD 如果 CPU 的话 这个价格可能没有太大的优势 CKD 的话 那么谁会是代理商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 2 则新闻 销售员爆料 Toyota Camry 的小改款 即将来到我国市场 这个小改款的 Camry 在去年的年末 刚刚在泰国市场发布 而近日我们收到了一些销售员的消息 他们指出 小改款的 Camry 也即将在近期登陆我国市场 但是可能是在农历新年之后 这个小改款的 Camry 在外观上面没有太大的改进 只是稍微做了微调 而最大的改变就是在它的内装 原本贴服式设计的这个触屏主机 变成了独立式设计 但是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这样就让这个车辆跟手机的连接性进一步增强 除此之外 因为泰国市场不再生产着一个 2NR FE 版本的 Camry 所以一季未来来到我国市场的 Camry 会采用 2.5 公升的 Dynamic Force 引擎 这具引擎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209 PS 峰值扭力 250 Nm 匹配的变速箱从原本的六速自拍升级成了八速自拍 所以相信在动力表现 还有这个动力的衔接性上面会更进步 除此之外 预计它的 Toyota Safety Sense 也会加强 例如说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也会升级成有 Stop & Go 的版本 这一次算是常规的升级 但是价格方面我们暂时还无法确定 你觉得这款车会卖多少钱呢? 第三则新闻真的是重点新闻 那就是全新的 Honda Civic FE 正式登入我国市场 新的 Honda Civic FE 有三个车型 其中入门版的 Civic E 呢 它的售价是 125,600 多令吉起跳 这个价格看似比上一代的入门版涨价了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这一次的 Civic 全车系配备了涡轮引擎 还有 Honda Sensing 因此实际上它的价格并没有增加 除此之外 我国的 Honda Civic 也第一次增加了 RX 的版本 所以运动化的感受更深刻 根据官方的数据 最大马力表现 比起泰国版本的引擎呢 我们的是比较大的 最大马力表现为 182 PS 峰值扭力表现 214 Nm 匹配的是经过优化的 CVT 变速箱 0-100 加速表现 根据不同的车型有着不同的表现 分别是 8.3 秒 8.4 秒 以及 8.5 秒 重点是 这一次这个新车同样是以 CKD 的方式贩售 但是内装质感非常的大 所以建议各位 如果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展示厅看一看车 第四则新闻同样也是新车在我国发布 它就是 Toyota Corolla Cross 的 CKD 版本正式登场 原本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在我国市场只有两个车型 分别是 1.8G 还有 1.8V 这次 CKD 之后 增加了多一个车型 那就是 1.8 Hybrid 的车款 同样的搭载 1.8 公升的自然巨型 加上电动机 综合最大马力表现为 122 PS 这个版本主要追求的并不是动力表现 而是它的低油耗跟低排放 根据我们之前去这个 槟城的试驾活动呢 其实 这个车辆真的是非常的深油 从吉隆坡一路开车到槟城 其中包括了市区行走 乡村小路 还有塞车 油耗表现只是 6 公升 100 公里 可以看得出它真的是非常的深油 除此之外 这一次也是 TNGA 的车款 在我国首次 CKD 所以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 TNGA 车款 在我国陆续面试 另外一点就是 这一次 CKD 版本的 Corolla Cross 在配备上面也有升级 LED 头灯组为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至于 V 版本还有 Hybrid 版本的 Toyota Safety Sense 它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也加入了 Stop M-Go 的功能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 CKD 版本 真的会很值得购买 你会不会选择它呢 最后一则新闻 其实也是重量级的新闻 就是 Pro Duo ASIA 的大改款消息曝光 最快可能在 2023 年面试 自从 2014 年 ASIA 发布之后 这款车就受到了马来西亚市场的欢迎 主要的卖点就是省油耐用跟大空间 以 A7 的小车来说 这辆车的空间其实非常不简单 所以非常符合很多人逝去代步的要求 因此这款车甚至搭败了它的大哥 Myvi 成为了我国市场最畅销的车款 可是从 2014 年到现在 这款车已经发布了一段非常长的时间 虽然原厂经过多次升级 例如说加入了 VSC 或者 ASA 现金主动安全配备 但是实际上也不能掩盖这款车确实是老了 因此最近根据我国媒体 Fantasico 的消息 Pro Duo 已经在开发着新一代的 ASIA 了 它的代号为 D74A 它的兄弟车型预计会在今年年末的印尼国际车产上面发布 至于马来西亚的版本 则是会在 2023 年发布 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登场呢? 其实是因为芯片短缺的问题 让 Pro Duo 必须在 2022 年 专注在新的 Myvi 还有这个全新的 Elza 上面 它们没有能力去生产这个大改款的 ASIA 所以只好推迟到 2023 年 不过我相信 2023 年发布也是一个正确的司机 因为接时 疫情过去之后应该会有很多人要买车 大家对这个全新的 Pro Duo ASIA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美洲360 的主要内容 大家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新闻没有讲到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